大凡的球迷看他做什么动作都觉得猛 看他表情也觉得猛 看他动作也觉得猛 大凡这正手拉球觉得挺标准的 我老怕他磕脑门上就倒 脑门上还没头发 有头发影响得灰拍了就 这个问题说到 一般是不能太头发太长 可以 可以可以啊 女孩不都是长发吗 男生头发不能 就比如我想留一个那种超级飘逸的那种长发行不行 我能不能扎起来 会干扰比如说动作或者什么 要玩摇滚的话可以 打球的好像没见过留辫子这么难 国外也没有对吧 没有 国外头发长了很多都带那个发带 对对对 打网球他们也都带那个 但大翻这头不适合刘长头发 刘长头发就cosplay了 刘长头发就cosplay了 1分 打完 你们控制他 这两个选手其实个子都比较高 对 都应该1米8283了吧 应该差不多 大帆确对 大帆也差不多1米8多多 对 脑门占了10公分 脑门亮的 哇 一上来就很凶啊 一点缓冲空间都没有 大帆要能拼出来的话还是确实挺准什么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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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预测一下大帆有戏吗 我觉得你俩都已经预测完了 不是 那你有不一样的春天万一 其实我们看了几天的比赛 我们对大帆印象都很深 都还挺喜欢的 大帆比较招女孩子喜欢 就是有一种很憨厚可爱的感觉 但许馨也挺萌的 就是有点呆 那谁不呆呢 这些人 你先说说呗 就是谁看起来特别聪明 是吧 呆和聪明 你说呆就是傻啊 你这意思 呆是有点那种呆萌 就是 加油 好难讲啊 我们讲啊 我们看比赛吧 对 看比赛吧 感觉会遭怼的 我这么见 我感觉有点呆 不是 遭遇了主持人生涯的最尴尬时刻 就是往往这种时候 更呆了 对 就各种表情包就出来了 呆 你一说呆 我怎么突然想到西游记了呢 西游记十五空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 嗯 啊 大帆跟许星打确实很难打 嗯 球路上是比较 比较克制的 呦 王主任回来了 但是大帆也要打出自己的风采哈 哦 这个力量 许星一根 他跟大帆打这整个球的这个节奏啊 球的这个感觉都非常好 哦 是 好像很有自信的感觉 对对对 球感觉都在自己掌控之中 加油 加油 许星浩 许星加油 许星加油 有许星的比赛 王伦勤还是赶回来了 嗯 要拉两跳了 一二 住 走 许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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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许星加油 许星加油 犬 personalities加油 驋来 马出 后 过 大凡在说什么 大凡说的法语 真的 真的吗 真的 法语啊 法语的加油啊 其实是阿蕾 英文的加油 不是come on 法语加油 阿蕾 大凡怕懂英语的人太多了 自己说点法语 小语种 带着俯顺味的法语 俯顺 加油 加油 继续 加油 加油 继续 加油 这小人好像 比大帆还可爱呢 看这个 像个糯米团子一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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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帆一看在场上 没有什么战士 打得很乱 这种球都对许欣来讲 应该说也是薄杀的一种 一种球都是 没有什么战术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许欣控制力太强了 对 好不容易追到五平 又连输五个 还刷着 应该来讲 这些人里头 大汗最不爱打的就是许欣 许欣最愿意打的也是大汗 对一般是这样的 要是一个不愿意打 一个另外一个肯定愿意打他 哈哈哈哈 但主要是大汗 还是像你说的 就太可爱了 可能太呆萌了 按正常来讲 虽然是球路上比较难打 但是不可能说一点反击的机会没有 好第一局 许欣11比6战胜了大帆 接下来呢 来到了第二局 这个教练 怎么办呢 把你的东西打出来 对 打打他接不到的球 这个话我也能当教练 对啊那肯定这是最直接的话 对吧 那万一接下来再问一句 他那什么时候他接不到 他接不到 打他接不到落点 哪个落点 接不到的 就是 你感觉他哪接不到 你就打哪 那这边的就可以 不要让他打你接不到的 对 你要控制对手 让他尽量打不到你接不到的地方 你尽量打他能接到的球 都是警察 你看了 两边都说打了接不到的球 这两分子非常漂亮 徐生浩其实像王浩刚才说的 打许欣他现在没有太明 就明确的战术和路子 很多球全是在许欣的范围之内的 他就是随着许欣变化 他许欣变了 他的被动 还是被动在跟着变 对 许欣就属于一个老师 一直在给徐生浩出题 你看 这种球按正常来 肯定都应该是得分的球 或者直接拉直线了 你看他还要拉斜线 这么直线 直线有这么大的空障 你看 徐生浩这把球还没到拉完 动完没回来 已经球又回来了 是到了这种唐代赛 你不能再继续在比赛里学知识啊 是吧 没事可以 任何一个比赛都有学知识的可能 暂停了 大方显然对今天自己的这个表现也不是特别满意 对 上一次也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局面基本跟这差不多 确实球路上比较相克 看他的表情 我能怎么样 我也很无奈 我也想接呀 我也想接到他打我 打不到的地方 这不是我采访你看你笑什么呢 不是我因为我们我们耳机里能够听到导播的导播的说话 导播说大方说怪我喽 还必须配上表情是吧 对 大方说怪我关心是我配合太好了 大方说怪我喽 大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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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确实这球难度难度大的 有点泻气了 他反而还是很佩佩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这个不错 还是想到了一点东西 对 这球一看就是大方他在打之前的时候也没有说做好有一些相对的一些措施 哎对对对 所以打起来在台上他也是在一边打一边去去看 准怪大方 哈哈哈 好 这场许神浩确实是算数套路这些也确实没什么办法是目前为止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感觉大帆一直在坚持 不是在相持 得分手段非常的有限 主要靠属心失误 唱节给分析一下 这个大帆目前还有翻盘的可能 我一想到咱们其实在前包装节目里面的时候 二位老师已经非常一致很明确了 我都已经复议了 陈复议 不过大帆其实在咱们前天晚上的比赛里面 对那个梁静坤的比赛里面 其实还是表现出了韧性和很玩强 今天还赢了梁静坤 所以他跟梁静坤也不好打 但是有的打 他跟梁静坤每次都打特别激烈 最后都是梁静坤赢 但这次也是头一次 我看他赢梁静坤 这球很漂亮 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一个阶段的进步 年轻球员就是需要这样一个磨练和打怪的过程 打怪就打通关的时候是吧 对 升级打怪 打怪 这场从比分上有比上一场有一些进步 然后就是未来就会像主力选手一样那么厉害 我们要不断的肯定 对 你看 也在想办法 没有说完全的这种放弃 对 大方还是很有韧性 哎有了 你看 好球 所以许琦有的时候就是领先容易松 对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领先打得好好的 他就会 哎走神 对 会觉得好像应该没问题了 对球就不会说扣的那么严谨 尤其是第一局拿下的情况下 第二局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阶段性走神 是 对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你看 这个问题不是 这个问题只能从训练中去解决 对 这不是比赛的问题 训练平时他可能扣的就不细 好 太随意了 叫暂停了 许馨 这次追吧 无知的叫暂停了 给许馨打停了 而且经常许馨他一走神以后啊 他再回他不好回 有些人他走神 他不是走神 他是放松靠一些神 他练一些东西 但他许馨他有的时候也是想练一些东西 或者有一些走神 但是他再回到这个比赛状态的时候就很难 那么这种就是比如说跑神也好 或者是注意力稍微有一点点不集中 他是会因为这个体力下降 或者是这个比赛的进程 比如说我领先了 我心里有优势了吗 我觉得还是像马林说的 还是跟日常训练 这个积累 积累有很大关系 可能抠得不细 不是那么严谨 你看马龙就很少 这种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被追回去的 许馨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跟林高远第三季 也是9比5领先 输掉了比赛 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个 主动权 主动权交给了别人 对 所以像以前马林 我们那伙的时候比赛 像马林特这样的这种运动员 很可怕 他可怕之路 这个就是落后的时候 他能追你 领先的时候 你一点击乎都没有 这么可怕 我也是怪啊 也是也是怪 也是个NPC啊 超级可怕 其实许馨球肯定是上风 但就是他自己还是一走该走神的 但是还好这个球 就完展停以后 然后自己打了一个战术 再一个首先从他心理上 他可能也是 不是巨派 巨派大翻 对大翻有心理上绝对的优势 对 你如果换一个这种其他 对他 水平高一些的 对他研究的更透一点 好的 那么最终这场 许馨对阵徐晨浩的比赛 许馨2比0 战胜了徐晨浩 那么也成为我们 男子选手里边 第一位进入到明天血战到底的球员 来 恭喜许馨 许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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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厉害我的忙 厉害什么 我的忙 厉害了 我的忙 厉害了 我的忙 厉害冰了我 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就是口号也都挺有意思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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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